今天來教大家怎麼用 BLUESTACS 5模擬器來 運行FGO繁中版240幀的 實質渲染遊戲畫面 我們現在來驗證一下 這個是成品啦 這個是我們用LIVA TUNER這個硬件偵測軟體 以及他BLUESTACS本身的遊戲幀數偵測 來對照一下齁 你可以現在可以看到現在遊戲的 實質渲染幀數大概在 120到200多不等 這幀數很不穩定這也沒辦法這優化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LIVA TUNER偵測的幀數是200多幀一直在上下跑 LIVA TUNER這邊也是200多上下跑 然後我們看這下面的Frame Rate FPS這邊也是200左右這樣 增生成時間Fame Time也是 看他的曲線也可以對應得上 那就這就代表我們現在是 確確實實的運行在200幀左右的 實質渲染幀數嘛 齁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物點技能啊 移動啊 基本上都很順暢啊齁 影片上傳到Youtube上面看不出來 因為Youtube 他的這個平台最高只支援到60FPS 所以我擷取這個視頻 基本上也沒意義啊 啊但是 證明就在這邊 我們可以證明現在的限染幀數是200多幀了齁 230.100132未言 齁 我們首先就要去網路上找 你可以搜尋BlueStacks5 齁 我自己是點BlueStacks 版本日誌 BlueStacks支援中心這邊 齁 這個點進去 然後這邊 再點這個BlueStacks5.1 它會進到 BlueStacks完整版 完整版更新一次 我自己是採用BlueStacks5 5.0.1230 1001的這個版 就把它下載下來 我已經下載過也安裝過 這邊有 可以看到這邊有重複好幾個 那個 那個 覆蓋打開 就把它打開嘛 安裝 我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這安裝的 你說我們就不示範 這應該 這應該很簡單的事情 安裝好了 你有 你 你安裝好了 你那個模擬器會自動打開嘛 對不對 好現在你 假設你安裝模擬器 安裝好了 對不對 BlueStacks安裝好了之後 你就先下載遊戲嘛 把一些東西要裝的裝一裝 然後你可以先開遊戲 我們需要設置一些東西啦 我是已經設置好 我待會跟你們講一下 要設置的東西有哪些 一般來講 它預設設置的話 你這樣子開遊戲 都還不動設置 直接進遊戲 它基本上只會運行在60幀 我印象是這樣 那遊戲打開你就可以先設定嘛 好你先設定這邊 CPU分貝 CPU分貝我建議四核心就好 不需要太多 我自己試過你把它提升核心數量 它的優化反而沒做得那麼好 你核心數量提升太多 反而會對增速造成負面影響 減少也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自己試過在CPU分貝 你再開到三個核心跟四個核心 是比較穩的 我自己是四核心 然後記憶體分配4GB 然後幀數幀率 它一開始原始預設是60幀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那個點 我待會再跟你們講 然後顯示這邊 顯示這邊就隨便你們怎麼設置 我自己設置是2K 像素密度那些都隨便你們怎麼設 這些不重要 然後圖形引擎模式 這邊也不太重要 我是點效能 效能選項 然後圖形渲染器 這邊 有點那個 因為 我自己試過 我用DirectX的這個渲染器 它雖然說CPU壓力會降低一點 可是 幀數反而不穩定 不知道是不是對硬件加速的 那個優化問題 我自己測試是用OpenGL 兼容模式 這個模式 它運行出來的幀數比較高 畫質基本上沒什麼差 接口渲染器 基本上你沒有調到這個DirectX OpenGL 基本上 接口渲染器你直接選Audio 就直接讓它自動就好 這邊不重要 然後 AS TS 紋理 這個不重要 這個基本上你們可以不用調它 我自己是用硬體解 解碼 你如果開DeleteX的話 沒意外 基本上不能使用硬體解碼 只能用軟體解碼 OpenGL相容性比較好的 基本上就可以用硬體解碼 我自己測出來 在圖形測染器選擇OpenGL出來的幀數 比較穩 而且比較高 然後這下面這個也很重要 優先使用GPU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你可以把它點開 它可以減低你的CPU壓力 然後其他這些設備 基本上就不重要 然後我現在再回來講到這邊 先統合一遍 CPU分配 我建議是四個核心就好 記憶體分配我建議是4GB 然後這個真理我等一下回來講 然後顯示設置 看你自己高興怎麼設置 圖形設置 圖形引擎模式 我是設效能 傳統模式 圖形渲染器 我是選OpenGL 然後接口渲染器 基本上不需要調它 讓它選自動就好 ASTS紋理 我自己是用硬體解碼 要注意的是硬體解碼的話 你開DeleteX它不支援硬體解碼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優先使用GPU碼 這個把它打開 你就每一個 每一行每一行 設置好之後 重新開啟 設置好重新開啟 這樣就好 然後我現在回來講到幀率 你可以看到這邊 幀率我是調到240 然後它這下面有三個選項 顯示過 最下面是顯示遊戲的幀數 然後 啟用垂直同步 這個我不建議開啦 因為你開了之後 它會強行鎖60幀 我的螢幕更新率是140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開了它就強行 有沒有 它強行鎖60幀 我沒辦法調更高 所以這個建議不用調啦 你一開始進遊戲 剛打開什麼東西還沒設置的時候 它的原始設置沒意外 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高4核心 高4GB 幀率是60 啟動高增率這個選項沒開 下面這三個選項都沒開 我一開始進來 我是習慣把這個打開 然後設置高4核心嘛 然後這個機體分配也 分配那個高4GB 然後接著很重要的一點 你要點這個啟用高增率 點下去 點下去 然後現在是60 你可以調的範圍就變廣 現在是60你直接把它拉到滿就好 如果你的螢幕不會畫面撕裂的話 我的螢幕是不會 其他的人我不曉得 我是拉到最高就對了 好了之後你就保存更改嘛 保存應用嘛 我已經都設好 所以它不讓我應用 反正你 你點這個啟用高增率 然後把它拉到最滿 保存更改 它會要你重開 重開那個 BlueStacks模擬器 你就重開 然後沒意外的話 基本上你運行在這個版本的 反送版APK 你的幀數就可以到100多幀了 就可以到 看你的硬體效能啊 我的頂我甚至可以跑到250FPS 我自己車過最高的 因為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它這個版本的BlueStacks 它似乎是 BlueStacks 5 它這個版本似乎都還是比較早期的版本 不算Beta版啦 但是算早期的版本 我自己實測是會有很多BUG存在 像假設我開圖形選項這邊 如果我圖形渲染器這邊我選DirectX 然後接口渲染器這邊也選DirectX 如果這個時候我在開這個東西 Rivertuner的這個偵測 我把它打開的話 遊戲會 整個模擬器會閃退 然後 另外一個我有用的FPS Monitor 這個也是跟Rivertuner類似的偵測亂提 我開這個東西 是不管我怎麼設置它就直接關了 還有我自己設出來是有一些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點比較重要 就是說你可能 你進來這邊設定效能設置 增率 高增率設置好了嘛對不對 你遊戲可能關掉 假設你現在遊戲關掉了 遊戲關掉了 你再把它打開 你原本 你可能原本這樣設好 上次這樣設好可以跑到200多 真的 可是你可能下次這樣子 假設你現在關掉 又打開了 它可能下次就只能最高 只能運行到140或120FPS 就是拉不到200多 欸我自己發現 我自己實測發現 是如果你有碰到這樣的狀況 假設你現在重開了 可是它只有120多幀 甚至可能只有7-80幀這樣 你可以進選單這邊 進設定一樣 進效能設置這邊 下輪設置這邊把啟動高增率關掉 啟動高增率關掉 啟動高增率關掉 它現在增率是60FPS 你就不用動它 保存更改 保存更改之後 然後 重開Bluestacks 好現在你重開好了 你剛剛設置 把這個高增率關掉 60FPS這樣設置好 重開了 再把遊戲打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 可能因為它是早期版本的關係 可能 其實我自己實用上 還有 其實有發現蠻多Bug的情況 需要Debug的 不過其實 它還是還可以用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運行FPS 超高增速 光是這一點就是 對我來講就是非常值得 進入遊戲之後 它的增速會限制在60幀 60幀上下 60幀以下 基本上不會超過60幀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把選單設定打開 效能一樣這邊 效能這邊 再把啟用高增率打開 啟用高增率打開之後 這邊拉滿 它又可以運行為200多幀 如果 就是說如果你有碰到 可能重開遊戲 或怎樣的狀況 它 沒辦法跑到你預期的幀數 沒辦法跑到它原本該有的幀數 可能 原本可以運行200多幀 可是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就只能運行100多幀 甚至100幀都不到 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打開設定 高增率關掉 應用 然後重開 重開之後 進遊戲之後 再把高增率 提供高增率打開 拉滿 應用更改 沒意外 它就可以 跟上次一樣 這樣子運行 我自己這樣子實測下來 因為我昨天晚上我突然想到 我突然想到 照理來講 因為 我們FGO 繁種版的APK 自從上市 自從我們這一次更新 它就換到了V2版本 這是繁種版的APK網站 我們上市前一個 前一個版本的APK是 V1.66.0的APK版本 然後我們這次的更新 APK的版本 更新到了V2.6.0 就是它從V1 更新到了V2的APK版本 就我所知阿 繁種版 之所以 之所以其他服務器 假設可能 BLUESTACS阿 或是甚至 MV5模擬器 或是一些可能什麼模擬器 它可以運行 假設說日幅或低幅 可以運行到 甚至可以運行到200FPS 或120FPS 但是如果用在繁種版上面 卻沒辦法運作 高增數 卻沒辦法實施運作高增數 而且幀數可能只有鎖到30幀 甚至有些 甚至有些模擬器都不支援 直接閃退 你開遊戲就閃退 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好像是因為 它FGO的APK B1版本跟B2的版本 B1跟B2的版本 它採用 雖然說FGO採用的都是同一 同一引擎 Unity引擎 但是它 V1跟V2之間的版本 它V1跟V2採用的 Unity引擎的版本 不一樣 好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說 你那些日幅啊 什麼B幅 可以運作高增數 可是用在繁種版 就運行 就運行不了 甚至有些會閃 對 原因好像是這樣 我昨天晚上我就是想到這一點 我試了一個晚上 就找到了 Blue Stacks 5這一個版本 可以運行的 可以運行繁種版高增數 只是早期版本 似乎還不是很穩定 而且Bug還蠻多的 啊但是 說實在真的還蠻爽就是的 因為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但我畫面這邊 現在真的是順的 不要不要的 好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我們繁種版本 總算走向了另外一個不同的時代 好 via 幅 既然 我在